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高时连日豪雨,高雄蔬菜平均批发价每公斤31.3元,比端午节24.9元,上涨约2成5,将待天气恢复正常后,预估2至3周才会回稳。 根据农委汇农产批发交易行情资料,高雄果菜批发市场蔬菜每日交易量自6月豪雨以来略减减少,目前交易量254公吨,比豪雨前端午节交易量295公吨,减少约13%供应量,平均批发价每公斤31.3元,比端午节24.9元,上涨大约2成5,有以花果类涨幅最多。 上涨6成至2倍,其次为叶菜类上涨3至5成,其中四瓜每公斤平均价格38.4元,较端午节价格16.4元,上涨134%,花壶瓜每公斤平均价格46.2元,较端午节价格27.3元,上涨69%,高丽菜每公斤平均价格17.5元,较端午节价格11.2元,上涨5%. 上涨56,包新白每公斤平均价格24元,较端午节价格19.5元,上涨23%,青江白菜每公斤平均价格38.4元,较端午节价格27.1元,上涨41%. 自关区农会表示,近日蔬菜供给量因受连日豪雨影响减少,平均交易价格因供给量减少,呈现逐渐上涨趋势,各大宗菜价也都上涨,被高两地蔬菜均甲自端午节以来,皆由缓步上涨趋势,应为豪雨天后因素所致。 好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好,我们下期再见。 不要响第一次再见。